NBA联盟有许许多多的荣誉 入选全明星拿到各项数据网进入最佳阵容 捧回MVP奖杯以及拿到总冠军 都是球迷们耳熟能详的荣誉 其中在大荣誉方面个人奖项的巅峰是MVP 团队奖项的巅峰则是总冠军 再加上FMVP奖杯 这三项荣誉被称为大满贯 这个成就放眼联盟历史也只有16位巨星做到 个个都是名人堂球员 那他们实现大满贯用了多久呢 乔丹 篮球之神乔丹的个人能力毋庸置疑 他是公牛队的传奇 也带领公牛队成就了王朝 作为84年的选秀 乔丹进入联盟之后 公牛队就迅速的跻身强队的行列 在88年的时候 乔丹拿到了个人生涯的第一座常规赛MVP 此后皮鹏成长为巨星 双和也开始统治联盟 在91年的时候 公牛成功夺冠 乔丹用了七年的时间实现了大满贯 魔术师 作为历史第一空位魔术师是出道级巅峰的球员 众所周知 他第一进入联盟就和巅峰贾巴尔成为了队友 菜鸟赛季他就帮助胡人拿到了总冠具 并且当选FMVP 不过在那之后 魔术师就被博德压了很多年 一直到87年的时候 魔术师才拿到了常规赛MVP奖杯 成为了联盟第一人 他的大满贯成就 用了八年的时间 邓肯 邓肯是最优秀的大前锋 97年的巡秀大会上 马次队通过摆烂得到了他 此后邓肯和马次队就开启了互相成就的完美之旅 青秀年的邓肯就拿到了最佳一阵 二年级的时候 他就带领着马次队拿到了总冠军 也加冕为FMVP 此后马次一直也很强势 到了02年的时候 邓肯场军25分12篮板三助攻成功拿到了MVP奖杯 他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大满贯 扎姆斯 老詹是当今联盟的门面人物 37岁的他依旧拥有强大的实力 作为公认的历史第二人 他的带队能力是很强的 03年进入联盟 很快就成长为了超级小前锋 23岁带领骑士队打进总决赛 到了09年的时候 詹姆斯成功拿到了MVP奖杯 此后他加盟热火队追求总冠军 最终在2012年圆梦 他一共用了9个赛季 才实现了大满贯 科比 黑曼巴科比是一个幸运的球员 他刚进联盟的时候是球队替补 不过拥有奥尼尔这样的队友 球队的竞争力很强 在他21岁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总冠军戒指了 不过OK解体之后 科比纯寂了几年 一直到08年才迎来真正的巅峰 那个赛季他拿到MVP奖杯 一年之后又带领胡人队夺冠 并且当选为FMVP 科比一共用了13年完成了大满贯 贾巴尔 再来看看天沟贾巴尔 他也是超级中锋的代表人物 贾巴尔也是出道就是完全体的球员 当时的他效力于雄鹿队 在职业生涯第二年的时候 贾巴尔就轰下了场军 32分16篮板三助攻的华丽数据 那个赛季他直接带领雄鹿队问鼎总冠军 并且包揽了常规赛MVP和总决赛MVP 仅仅用了两年 就实现了大满贯 无人可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